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点是他现在想毁婚 他爸爸妈妈现在以死相逼不准他毁婚 这个缘由是因为当爸爸妈妈爱护这个女儿 觉得年纪也到了 就帮他介绍了一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很老实 有车有房的 这个女孩他当然听爸妈的话 也真的是跟他相处了大半年了 可是真的要讲到结婚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 怎么办呢 他现在的问题是说 讲师我真的要嫁给一个我自己不喜欢的人吗 那真的很难受 我虽然也知道一辈子要跟他生活在一起 也许没有爱情很快就变成亲情了 但是我真的要直接跳过这段没有感情的日子 直接变成家人的生活吗 真的他怎么想他都是没有办法过的日子 可是现在婚期20天就要开始了 双方家长亲友也都知道了 现在就唯独他真的没有办法走进那个婚姻 他想到那天他就很害怕 讲师这怎么办呢 这看起来是一个无解的题目 但是实际上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条条大路 讲师你是说结婚也是一条路 很多选择 也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 结婚也可以快乐 不结婚也可以快乐 讲师刚刚教教我们 现在就是结婚了也可以为人所称道 不结婚也可以为人所称道 当然也有可能结婚为人所宴起 不结婚也为人所宴起 讲师快说呀 这怎么办呢 怎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个我据这个来信里面描述 就是他现在如果万一不跟这个没说之言结婚的话 他父母以死相逼啊 那这个事情就有一点严重了 我感觉这一家子的人 看事情都是把小事看得很严重了 婚姻大事 比如说我们已经公布了结婚的讯息 你再不结婚我们就没面子了 你不结婚我就以死相逼了 这就是把面子跟生命划等号 这个面子是个虚有的东西嘛 想讲这个面子我来讲一个小故事 好 这个王阳明各位都知道了 王阳明17岁的时候呢就没说之言嘛就结婚了 他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 他本来对恋爱也没有说多少憧憬啦 所以他妈妈他爸爸说谁家的女孩子不错嘛 可是跟他结婚嘛 他说好嘛好嘛一切父母做主嘛 他开开心心的呢他没有一点哀怨 像这位小姐很哀怨了 很哀怨也是一个选择啦 王阳明不哀怨也是个选择嘛 结果你知道吗 结婚那天不是亲友宾客都来了吗 是啊 很多人都要来庆祝了啦 就那天早上了王阳明就想 说现在还没什么事啊 出去六大六大吧 前一天晚上他就出去六大了 结果到了一个道观呢 里面就有修行人在那边打坐 哎呀看起来这蛮有意思的 王阳明对修行很有兴趣嘛 好所以各位王阳明做了这个 他的言论作传习录对不对 是 呃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学问很深的人哦 然后呢他就跟这个道士呢就 了解他就觉得哎这个养生哲学这个很不错 他说这个道士啊你可不可以教我打坐 我看你打坐哎这个我很向往 他说好啊好啊就来打坐啊 哎王阳明就去跟他打坐 结果一打坐呢哎就录定去了啊 他就觉得很好啊他就舍不得起来 隔一天这个不是要取亲了吗 是 结果家人找新郎啊找不到 是 到处找都找不到 他不是错过了结婚的时间了吗 是 所以我那天找不到新郎啊 他的岳父呢就到处去找去找 终于找到道观里面 哎呀王阳明还在里面 还乐不思俗啊就把他叼回家 叼回家他也没有说要逃婚的意思 也都没有 我要是那位新娘子我会哭啊 很尴尬啊对啊很尴尬啊 是 但是呢那个新娘子他也没有觉得很尴尬 啊 也没有觉得很尴尬 终身大事 对对对 所以我说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把他当一回事啦 嗯 你要不要真的对他很在意啊 你要不要真的对他很计较 这个王阳明他父母就说哎那个谁大家闺秀不错 跟他结婚 他说好嘛好嘛 这个孩儿没意见 听从父母的意见 所以他很开心就接受啦 这个媳妇呢明明要跟他结婚对不对 嗯 那天都亲友都来了 大家等不到新郎 到底是不是逃婚呢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呢 你把我当什么呢 各位他当然可以痛哭个三天三夜 是啊 但是他也没有啊 萌萌在那边等说哎 这个新郎倒挺特别的 人家说他是一个正能君子嘛 也不是一个浪荡浮夸子弟啊 怎么一去不回的 嗯 肯定有个什么事情吧 强势那这个我得先插个嘴 就是说也许他们两边都没说之言 是新郎官也没有看过新娘子 他们两个互相都没见过面吧 那时候的时代都是这样 应该是都这样都没看过 然后这个王阳明也被叼回来 他也没有抗拒 他没有说我要逃婚 没有啊 他说是啊 我忘记了 业妇啊很抱歉啊 这么大的事情都忘记 然后回去之后两个人就规规矩矩 就拜了堂啦 以后就是夫妻啦 他太太对他也没有什么怨言啦 跟我在讲说 人要不要快乐 真的是一线之隔啦 这王阳明太豪漫了 当然王阳明可以以死相逼说 你给我逼婚 我要死给你看 这也是一条路嘛 你会这样选择 你就可以这样子走嘛 那王阳明的父母也可以这样子说啊 说蛤 你结婚 大喜之日你敢给我不回来 你给我亲戚朋友面前丢尽了脸 我要死给你看 各位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啊 他也可以这样选啊 对不对 但是他们却这样 他们父母呢 虽然是感觉对岳父一定很不好意思嘛 是 这不好意思但是呢 王阳明回来了 他也没有说要逃婚 也可以接受 他的太太呢 已经是要娶我的人 总就是没有把我抛弃 总共也回来了 反正没有关系 你看大家都接受了 呵呵呵 说说也可以这样没事 但是这件事情 我都想实在话 如果发生在另外的人身上 那可能可以打一架 也可能可以告官府 是啊 也可能可以闹生闹死 是不是可以啊 是 都可以啊 是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上 我刚刚是举个例子啦 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情况发生 真的我们可以有很多心态来面对啦 嗯哼 好那现在的人都歌颂 这个爱情的伟大 只有这个爱情才能够给你 很幸福美满的人生 对不对 嗯应该是说 爱情没有多伟大 但是婚姻里面也不能说 完全没有爱情的这个因素在 对但是呢 一个人他有堂堂正正的品格 就光这一点 他愿意自私私利的工作 他有高尚的品格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那我觉得现在的世界上 旷男怨女这么多 其实就把这些适合的人 品格相当的人 抽这一块结合一个正当的家庭 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我们不能说这是坏事 讲之所以你现在是要跟我们分析 自由恋爱跟媒妇之言 他的好语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路都很高尚都很好 但是每一条我就分析分析给你听 这个每一条都可以走啦 现在呢这个准新娘左右摇摆 对不对 心情不定 这是他的选择嘛 他的心情不定 这个很严重啊 一个是他不希望爸爸妈妈用生命来以死相逼 逼得他难受啊 是啊 可是另外一边是完全没有感觉到他自己的人生啊 是啊是啊 所以他摇摆 现在我们的观念就是很自我嘛 我要挑我要过的人生嘛 各位现在你要记得哦 每一个人都挑他要过的人生 每一个人都找到他的一见钟情的对象 最后他们结成连理了 然而这是一个大骗局 因为他们离婚的比例竟然已经高于五成 这是一个事实啊 一定比古代还要幸福吗 我说实在话 我要质疑啊 讲师那我也质疑一点 就是说当然很多媒妇之言的 然后他们结婚真的走不下去还是离婚一途 很多啦 那就是一见钟情最后离婚的也有啦 后来慢慢谈恋爱 谈到两个都已经认识了 然后最后又离婚的也有啦 那当然这个后来没有离婚的也有啦 没有离婚也不表示没有问题呢 也不表示不吵架呢 对不对 那没说之言呢 当然在古代离婚的也有啦 实在讲在古代来说不离婚的真的很多了 这个古代离婚的比例并没有这么高 每一次离婚都是闹生闹死啦 每一次离婚都是告关啦 对不对 每一次离婚都是财产要分配啦 儿女要互相争夺啦 各位当然我们有自主权很好 但是其结果是一定比自主 一定比父母决定更幸福嘛 这个说实在话这是大问题啦 这根本就不一定的啦 不一定 对所以你父母的决定一定是错的嘛 说实在话 刚刚这个信里面这个小姐 她也有提到这个问题啦 就是说 对方其实秉格是很端正 那表示你的父母看人 也不见得什么多差嘛 是就是跟他没话讲 对啊你只是说你还没有感觉到轰轰烈烈的爱情 哦他有试过交往了半年 还是没办法 对啊这本来老实人都是这种特质啦 哈哈哈哈 啊花心大萝卜的人 大多数感情都很激烈啦 这个也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现象 那我的意思是说 坦白讲 如果以品格端正来说 我就鼓励你们多交往 啊其实生活上呢 就是找一个依靠 对不对 老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可以倾诉互相依靠的对象 对不对 嗯 就是这样嘛 还有哦 我要劝你啊 刚开始轰轰烈烈的爱情固然是不错 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生经验 但是呢 轰轰烈烈是一阵子 过了之后剩下就是财名油盐酱醋茶 这也是一个事实啦 讲实我先跟你讲 这一条路我可能知道的 比如说在我们台湾也是啦 其实年纪也都是没说之言比较多 那像那样的妈妈 其实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 他们是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一点遗憾 可能觉得 当时候听了爸爸妈妈的话 然后嫁了谁谁谁 就算这个家庭还不错 他也觉得还是有个遗憾在 包括昨天我跟我妈妈在聊天 我也把这个难题问了妈妈 我就说 妈妈如果是你的话 你有什么做 我妈妈已经快80岁的人了 我妈妈也跟我说 嗯 就算呢 有金山云山给我 要我嫁给一个 我没有感觉 我不喜欢的人 我才不要呢 就是我们妈也这样子回答 这是她的选择嘛 以前的人 她没说之言 她根本没看过 但是最后 白头偕老的也很多啦 但是有点遗憾 是好 那各位 没有得到的东西 总是比较珍贵的 是 她说我们遗憾什么 我们遗憾什么 那都是因为没有得到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憧憬 嗯哼 真的是轰轰烈烈 谈完恋爱的人 已经结婚了 都已经得到了 最后有很珍惜吗 没有 离婚率是一半以上 是 对不对 是 可是这个事实 数据会说话 哈哈哈哈 这是从已经产生出来的数据 我们就知道说 哦 原来轰轰烈烈之后 其实也不一定白头偕老 而且不一定真心相待 而且不一定 真的能够牺牲一切 为对方奉献 其实并不一定相等啦 哦 我大概能够揣摩到 讲师你要讲的意思 就是 很多条路都可以选择 反正它的结果 那我现在来给你分析一下 你有什么路可以走 好 譬如说第一个 你可能 我呢 就回婚了 然后呢 我毅然截然的 我就离家了 然后呢 我就当一个现代的自主的女性 然后呢 别人就给你歌颂说 嗯 你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对不对 你敢勇于向这个威权抵抗 然后呢 你以后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 可能有一部分会这样 但是结果是爸爸妈妈跟他断绝 父女关系 然后在亲友朋友面前抬不起头 这是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是这样 你走了之后 父母也没怎样 然后父母还期盼你回来说 其实我错了 这也有可能啊 嗯 对不对 是 啊也有可能是父母呢 一气之下就撞墙了 有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 这也有可能啊 嗯 那有可能你离开了之后 所有的朋友给你鼓掌说 你是一个新时代女婿 你是我们的榜样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有没有可能你离开了之后 人家说你这个不孝子 你根本只为了自己 你根本不为你的家人着想 有没有可能呢 绝大可能 也有可能 嗯 总而言之 你做的选择就是你要承担嘛 是 这是你的个性嘛 是 你无法把这个责任 让别人承担嘛 是 对不对 是 再说你为什么会这么摇摆 我觉得这也是个性问题 你知道吗 各位我举自己家的小孩的例子好了 好好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我是个很尊重小孩 选择的人啦 对对 但我一直在想说 如果我女儿要嫁哪个人 我硬要给她 强力鼓吹 或是给她坚持 或是给她逼迫 有没有可能 我说实在话 是百分之百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女儿的主见是超强的 哈哈 哈哈 根本就不可能 就是我在怎么坚持啊 我还没有坚持之前 我已经打笑恋头了 如果你的女儿从小就会听您的安排呢 如果我说一 她不敢二 我对她也跟 我错她也跟 嗯 我就知道说 我再用一点压力 她就会顺服了 是 贵白错我们先不说嘛 是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你的父母 如此的大的力量 要胁迫你 这不是他们的错 这是你从小到大 你的个性的多变 你的个性的软弱 所以形成的 哦 我的女儿从小到大就是 她会跟我辩论 她觉得有理 她就一直跟我辩论 她不服从 但她觉得没理 她还是会听 是 对不对 是 所以我现在要提出一个东西 要跟我女儿来好好讨论的时候 我就要先想好 说我有沒有理 辩论的结果为什么 而且我要站得住脚 我才敢提出 我如果先想一想说 我这个站得住脚的机率 其实还不到一半 我干脆就不要提了 我就干脆给她选择就好了 是 对不对 是 我再举个例子 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啊 40好几了 就快50岁了 然后呢 常常每次她很喜欢我们的学问 也常常喜欢到这里来服务啊 交交朋友 因为她朋友可能也不多 然后每次来的时候呢 就会愁眉苦脸的 要诉说她家里出来有多困难 好 这个妈妈也不放心 爸爸也不放心 回去呢 稍微晚一点 还要责问半天 到底你去哪里做了些什么事 交了些什么朋友 是 各位如果这是一个小学生 我是可以理解啊 他常常把这个责任归咎给他父母 但问题是 你是一个45岁的人耶 是 你怎么到现在这个年纪 你连你出门去干个什么 你还要让你的父母如此担心呢 我说你该当何罪呢 不是吗 是 这表示你从小到大 你没有负过什么责任耶 你没有尖挑过什么东西 你很少自主的去判断 你很少提出你的正确的思想 去跟父母沟通嘛 很少嘛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才会变成在父母在兄长的眼中 你就是柔弱嘛 你就是需要保护 你需要我帮你做决定嘛 然后他们今天帮你做决定 他们觉得这个是天一无空的决定 这个肯定是很好的决定 然后你竟然 你不喜欢 他们就会加大力度 因为他们 他们从过往的经验知道 他们加大力度是很有用的 嗯 所以 是因为这个女孩子从小就是 我的意思说 现在要来解决这个事情 千百万条可以选 我觉得每一条路都很好 所以我有一条路 是大家必须要选好的 就是不论结果如何 我们敞开心扉吧 是 敞开心扉去接受 这个你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各位我们今天在世界上 我常常是不如意试十之八九 但是我碰到这个我也快乐 我碰到那个我也快乐 欸王耀明要娶我 今天竟然爽 因为他也快快乐乐过一天嘛 对不对 好王耀明被呆回去了 被岳父骂一顿 我想他父母一定骂一顿 经典里面是没血 一定肯定骂一顿的嘛 对不对 对不起对不起 赶快办结婚 赶快办结婚就好了 办结婚他也是很疼惜 他的这个夫人啊 对不对 两个人也是恩恩爱爱一辈子 也没事啊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路啊 对不对 也不是什么不好 好那讲师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好那他就毁婚 也许这样的选择 会有那样的结果 那他今天好吧 就顺从爸爸妈妈的意 也是个选择啊 他也是一个选择 结婚也是个选择啊 然后我们结婚 可是他会爱爱怨怨过来 我们也有可能有别的选择 比如说我结婚之后 我就每天的哀怨我的父母 我就埋怨他们 说就是因为你们 所以我不幸福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对着我的先生 整天愁眉苦脸 对不对 好这样过一辈子 然后以后告诉我的小孩 我以前是被逼婚的 你们千万不要被逼婚 对不对 好 然后小孩也是仇恨 你也是仇恨 先生也是仇恨 父母都是仇恨 这是你的选择呀 但是你也可以 完全不这样选择啊 你可以选择 我结婚了 然后我感谢我的父母说 真的 你们帮我挑这个人 真的是忠厚老师 依靠他就没有错 然后你就听从你的先生的 说这个外面的是您决定 家内的杂物我来决定 你好好的去创你的事业 家里面你都不用担心 这也是你的选择啊 是 重点就是你心里干不干心 对不对 不干心 不干心的人是一种习性 碰到什么都不甘心 讲师 那不礼貌的问一下 今天如果您的妈妈就是没错之言 就像王阳明一样就说 好 我今天哪一个女生 你就娶她为妻 那 当时我的个性可能会跟她辩论一番 对不对 如果以现在的我啦 我的选择 辩论完了 我妈妈很坚持 甚至她一死相逼 如果是我的选择 是 那好嘛 那就娶嘛 啊 娶了之后我就跟她好好生活看看嘛 我就来看看我的夫人的德性怎么样嘛 嗯哼 啊如果夫人德性不好 我就教教看嘛 改造改造看看嘛 是 我如果教她还不行 这个人呢 是非常的奢侈 非常的虚滑 嗯哼 对不对 是 不守护道 我就可以开始下一步计划 我的计划就是说 我可以考虑离婚喔 今天离婚的人有一半以上啊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呃 那如果说这位新娘子 她也是被她爸爸妈妈被逼的 就像王阳明的夫人一样 然后嫁给你了 但是她很不快乐 她就是天天也不快乐 天天哀怨的看着你 对啊 啊我们就尽量让她快乐啊 我们表现我们的诚意啊 嗯 对不对 我们就是规规矩矩的上班赚钱 我们拿回来安顿家里啊 尽量让她欢心啊 如果我进了我一切的该进的职务 我的本分都尽了 我永远无法讨你的欢心 是 我会说 我放手吧 希望你找一个下一个更好的 这也是我的选择啊 啊我一定要跟她闹声闹死 一定要告关吗 一定要让她好看吗 有必要这样吗 我也可以不这样做 当然你可以那样做 结论后果 你自己承担 是 那我也可以不这样做 是 我可以对人更宽和 我也可以对自己更宽和 现在你可以 充分的埋怨你的父母 完全不尊重你 但是你也可以满心的感谢你的父母 真的我没有能力挑 我也没有能力选 我也没有碰到好机缘 我的父母那么担心 我的父母给我那么尽力 他给我安排这么好的机缘 你也可以这么想啊 讲师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在你看来都可以那么洒脱 讲师 您要怎么跟我们诠释 您理解的爱情 那个对人的关心就是爱情啊 对人的奉献就是爱情嘛 爱就是我要奉献给他嘛 是 对不对 是 我觉得现在的人的爱情是掠夺嘛 是掠夺 不是爱情 对 我所掠夺的我得不到 我就要他生要他死 我要他好看 对不对 掠夺不是叫做爱情 这爱就是牺牲奉献嘛 那能跟能就是一种善意 重南这个人 没有给我触电的感觉 但是他是个好人啊 他又不是骗子 那个顶多就是友情不会是爱情 好那个友情但是我对他有善意 对不对 所以我譬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公司里面好了 我们呢就是当这个祖虫关系 是 上司下属关系 我们就有我们的氛围 是 我们在我们的氛围上我们就是以一种友善的态度 去服务 是 去做好我们的工作 是 那古人结婚夫妇有别 你把他看成职务就没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本来就是这样啊 这是两个人的互相关心 互相的友善 然后尽上我一己之力 然后呢我们家庭就像个公司嘛 不是吗 那我们把这个公司经营好 真的吗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为什么呢 我相信结婚很久的人大概都可以理解我的话 结婚很久之后 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就像伙伴 嗯 像一个分工 是 对啊有没有说每天 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轰轰烈烈 回家轰轰烈烈 然后一二十年如一日 有没有这种爱情 我是没看过了 但是他们有之前爱情的基础啦 这样子是很不错的 但就像是你来讲 就算没有这个爱情的触电的感觉 也可以用那种 这个伙伴的关系来经营家庭 叫做飘风不中朝啊 咒语不中日啊 道德经所讲的啦 我们要相信老子的智慧啦 嗯 这种轰轰烈烈 一见钟情 那是飘风咒语啦 哦那是飘风咒语啦 对不能够中日啊 嗯当然 飘风不中朝咒语不中日嘛 嗯哼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曾经有过那样的感觉 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没有过那样的感觉 你也不必什么遗憾 因为每一个人生的经历 其实真的都不一样 这一点需要讲实在为我们再多多阐述一下 有必要一定跟别人一样嘛 没有 那就跟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玩具是一样的 每一个都长得一样了 嗯哼 对不对 在人世间 这么样多才多姿 这么样的可贵 就是每一个人的机遇都不一样 虽然是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对人的友善 对人的内心的宽和 对人的感恩 这一点是一致的 是 那你要得到更好的幸福 那就是一种奉献的心 你对家里的奉献的心 你对你的先生的奉献的心 我们对这个社会都是要一种奉献的心 有奉献的心的人就会幸福快乐 不断想掠夺的人 终究最后都是很忧郁 各位你仔细看 常常埋怨的人 现在社会上忧郁的也很多 是 生理上引起的也有 心理上引起的也有 但是你仔细听他们埋怨的这个话的内容 都是在埋怨别人怎么对不起我 每一件事情都未及 都想要争 他虽然说我没有争 我只是要一个公平 各位就不公平 我们也可以宽心的放下的时候 你的幸福就来了 这样子你说 对方是真的对不起我 可是呢我就真的放下 对啊就不跟他争了 我要过我的生活 我下一刻的生活 能不能保持幸福的品质 这个比较重要呢 对不对 在这个社会上是这样 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占便宜 你却没有说 有时候别人占便宜 你却斤斤计较 这个是常有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身旁的人 所有每天再斤斤计较的 让他非常烦恼的 其实说穿了呢 也是鸡毛蒜皮小时 然后就开始惹惹你小人长期期 是 对不对 因为君子永远是这样 宽阔的坦荡荡的 古人不是讲说 让他三尺又何妨 就是隔壁的跟我们告官 要我们的地 然后呢 就是我们也没有错啊 然后呢 这个故事就是说 他们家的大爷是大官嘛 隔壁的一直要倾夺他们家的土地 那我们明明没错 我们家的官这么大 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呢 结果呢 这个儿子就跑去跟他当大官的父亲 讲说别的欺负我们 他的父亲给他回一封家书 说让他三尺又何妨 不就结了吗 那么讲是你一开始 是用王阳明的故事来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这位准新娘 其实有一个选择 应该还是说 我就开开心心的 然后20天以后来完成这个婚礼 那么就跟他的先生呢 就有那种伙伴的关系 那我们一起好好来经营这个家庭 也不错 这是选择之一 你可以怎么选择呢 第一个 你就逃婚了 你不管家人怎么说了 对不对 然后亲戚朋友 有的就跟你 这个赞许有加 说你是新时代女性的象征 对不对 然后你以为你这样 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 我看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文字中看到 这位我们的听众 其实是面对事情的时候 左右摇摆是他的常态 所以当他脱离这一关的时候 他会忽然感觉到 他并没有因此幸福美乃 而他陷入更多更难的抉择 对遇到任何事情 因为他遇到任何事 他都会摇摆 怎么样呢 因为如果是我 我的妈妈要硬压着我 一定要跟某一个女的结婚 我跟他争辩抗诉之后 无效 那我是会接受的 先结婚看看嘛 就是相处看看嘛 而且结婚是喜事你知道吗 是喜事 又不是世界末日 先来一桩喜事嘛 真的不行 可能五年十年后再来一桩喜事 也不一定啊 你怕个什么呢 这有什么好怕的呢 对不对 重点就是不要摇摆 你怎么决定 你怎么决定 请你宽下你的心 过好你的生活 嗯 我们没有办法说 面面俱到 照顾到完美一个人 是 就起码 你有没有把握说 我逃婚 我就一定幸福了吗 如果你有这个把握 你逃婚吧 但我敢跟你讲 你没有这个把握 对 没有 那你说 我今天选择跟他结婚 我呢 为着我的父母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对我是好的 嗯 再说今天他们呢 给我闹生闹死 对不对 这个事情可能已经有一点严重了 是 好吧 我就呢 当个孝女 我就顺从你们了 那你既然要顺从 就请你也别埋怨了 没有说 哎呀 给你鼓掌 给你赞赏 说哎呀 你真是一个孝子啊 嗯 你肯牺牲自己呢 然后呢 哎 最后 也许 以后家庭真的是很温暖 也许真的很幸福 再说 也许生了两个小孩 可爱的不得了 有没有可能啊 有啊 那是 每个家的小孩都是可爱的吧 嗯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啊 有可能 然后你的父母就宽心了 以后不再为你的 这个 婚姻终生大事而担心了 对不对 是 放下了一块石头了 对不对 是 对呀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你就学习 哎 怎么样 脸脸肉肉 坦坦荡荡 大大方方跟父母沟通 说说你的理想 他就知道说 哎呦 我这个小孩怎么不一样 好像是长大了 如果他感觉小孩长大 他以后做事情 他就会尊重小孩子了 是 对不对啊 是 好 那你说 想事啊 万一我结了婚啊 哇 如果说以后我选择是发现错误的 那怎么办呢 看看错到什么程度吗 对啊 就跟一般也是恋爱结婚 然后发现五年十年以后 没有办法过日子 一样的啊 就在做一个选择 你千万不要想说 我做了一个抉择之后 那个抉择就 影响一辈子 然后我一辈子都不能改 不是这一回事 各位 结婚也好 做什么也好 都是一种抉择 我们每天都在做抉择 包括你每天出门 你搭几号的公车 你走哪一条路线 你要吃什么样的午餐 你随时都在做抉择啊 你的长官跟你讲什么话 你怎么回答 你是要善意还是要恶意 还是要直接跟他冲 还是要温柔婉约 都是选择啊 都是选择 对 正能君子就是用每一个选择 来扩充自己的心量嘛 对不对 用每一个选择来安顿 作为人的心嘛 也安顿了自己的心嘛 安心立命嘛 这是正能君子干的事情嘛 小人所做的事情就是 这件也让你爱唧唧 那件也让你爱唧唧 我这件事情让你鸡犬不灵 那件也要让你鸡犬不灵 不是吗 好 今天话绕一绕 各位 其实我是很想祝福你了 因为这个人 据你所说品格是端正的 其实是很值得 我们祝福的一段婚姻了 是 谢谢哦 谢谢讲师的祝福 当然我们也要练习 学着当正能君子 我们要在每个选择 安顿我们身旁的人 也安顿自己 那个坦荡的那颗心很重要 自己选择 自己选择 我们不为你做选择 但是我觉得怎么选择 都可以有坦坦荡荡的胸怀 是 那个坦坦荡的胸怀 才是未来幸福的 这个 唯一的平仪啦 其他都不是平仪啦 是是 我们感谢讲师 您今天的空中讲授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 空中见咯 拜拜 拜拜